就刚才您说了一句啊 就说叫做 不让那孩子 这个书在气宝线上 其实现在有一个网红校长 可能您应该听过叫郑强 郑强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网上看过 看过他吗 他倒是一个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校长 现在应该太原理工大学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领导吧 应该当委书记吧 就说呢 现在他出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就说 有一个网友举报他 举报他好像有什么 类似于情妇呀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他就说了 说可以 就你可以寄委来去查我 说这人是攻击的 其实郑强的一个 他的网上的话呢 就是还是对他的评价 非常好的 你像像这种就是 比较政治的人 大家都认为他比较好的人 为什么还有些人 去得去攻击他呢 或者是抹黑他呢 这个怎么说呢 背后骂皇上的有个事 皇上做得再好 他不能随万人心意 他能再好 他也那什么 有一部人不满意 那陶葬在奸纳 他也有朋友 对 都有说 也有人说他好 是不是 也有人说好 是 终于再好 别有人骂他 这人就是站在角度不同 有人就爱试谤人 他没事的闲呢 他就给那点小道先生 好显示他出名了 那也是 要不别人谁知道他 他就没事编造这些东西 作为网红的校长 也好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平时 因为你是网红代言吗 或者什么 就注意一下形象 不要把好些事 落成画饼 有些人呢 你说句话呢 歪解你的意思了 断章取义 所以 这点就受到空击了 但是你要他实现实美 每句话都特别正规 那官方语言 他就别人没人听 他呢 对吧 所以他适当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比较好 就是正面形象比较多一点 正面形象多一些 对 好 谢谢